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请放上 那么这一堂课是我们这一期的《法华经》的课程研讨 那么我们一个佛法的修学者 基本上你要掌握两个重点 第一个 什么是流转门 第二个 什么是环面门 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病根在哪里 第二个 我们的解药在哪里 这两个是要清楚的 那么整个生命的流转的根本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一念的颠倒妄想 一种向外攀岩的心 那么解决之道呢 有三种力量可以解决 一个是佛陀的本念功德力 一个是法门的力量 一个是我们内心的自信功德力 就是三力 佛力 法力 心力 心力 三力的方法 那么这三力当中呢 我们可以分成两类 佛力跟法力是全法 心力是死法 那么我们一般人刚开始修学佛法 一般人都是从全法下手 比方说你这个修布施 就持戒 那么靠着这个布施的法 靠着慈戒的法 去改变我们内心的颠倒妄想 那么你去不断的布施 你内心就会产生布施的心 你不断的慈戒 他就会从慈戒的行为当中 创造一个慈戒的善根的心 所以就会把三恶道的门给关掉 或者我们喜欢念佛人 可能一开始学佛就整天念佛 就是仰仗佛力的射受 创造一种弥夺的本院的加持力 但是这个佛力跟法力 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它都是心外的东西 所以我们一开始修学是 我们是一个业障繁复 颠倒妄想 我们追求外在的佛力跟法力的加持 来改造我们内心的病痛 那么这样子的修学一开始可能会有效果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 你会发觉会停顿不动 因为你今天是心外求法 所以你一定会产生法质 产生法质的时候 你会产生自我设限 就是谁把你限制住呢 你自己把你自己给限住了 就是我们本来是在修法 但是我们的潘云心 会把修法 而产生的后遗症变成法质 这是我们自己造成 因为你也没学法滑金嘛 那怎么办呢 那只有一个方法 你去学法滑金 才能够会前入食 你打开你内心的力量 然后跟外在的佛力跟法力对接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第一种人是先修前法 然后再会前入食 再会会到心力不可思议 然后才能够产生突破 第二种人是比较迅应的 善根也比较强的 他一开始就学法滑金 他没什么事修的功能 那么他学法滑金的三桌说法以后 他知道原来整个佛法的问题 在于内心 所以修行那正本清言 先把心态摆正 先内观 悲观反照 我这一年的颠倒妄想 你从什么地方来 悲观反照 原来这个妄想是 多生多觉的一种妄心攀岩 妄心产生的一种虚妄的作用 根本没有实体 他最怕你回观反照 他最喜欢你随顺他 所以你一回观反照的时候 他的本来内幕就陷阱 何其自信本来清见 何其自信本来具足 那么你今天在整个学佛的第一步 就把内心摆正 恭喜你 因为你从称性起修 再去修法力 再去修佛力 你没有法则的问题 这就得到自在力了 就是你一开始就走上大白流车 或者说 人家一开始是在外面流浪 打工赚钱 赚到一个程度 好久没办法进步了 你今天学法华经呢 就直接先回家 父子相认 继承家业 然后再去赚钱 所以 学法华经的人 他的好处就是称性 你一直信得 你想想看 你一直信得在修学 什么叫信得 两种力量 清静心 自信清静心 自信功德力 那别人是一直妄想在修学 那这两个力量当然不通 但现在有个问题 如果你今天是 你以前完全没有实修的功夫 你学法华经 那么你从三宗说法当中 你也知道了 达万本空是真本有 妄想是不可得 而你本具的心性是记住 清静跟记住 那你现在面临一个大问题了 就是你怎么从理观的智慧 来对接佛力跟法力 这个技术就很重要 因为你完全没有经验 所以我们今天的研讨课的重点就是 当我们明白了自信 清静心 自信功德力 心力不可思议力以后 我们的心力怎么跟法力 怎么跟佛力的 圆满的结合 就是理观跟世修之间的 怎么对接 它的比例多少 那么怎么样比较适合 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个重点 好 那么今天的研讨会有三大科 五个主题 第一大科讲到鸡门 佛陀的智慧 第二个是讲到本门 佛陀的功德 第三个讲到法华跟进度的 如何的交互作用 好我们先看第一大科的 有关经营门 会前入时开选佛会 先看第一个主题 一我们在读诵法华经时 是随文解义 起观效果好 还是如持咒一样 以自己诵读的音声为所缘尽 效果好 那么这个题目讲到 受持读诵法华经的方法 基本上我们修学 不管你修什么法门 就两个重点 一个修持一个修观 修持是五分别注的 你不能动思维 比方说你练佛 比方说你持咒 这个就是修专注跟皈依 它是靠佛力 咒力的不可思议的信息 所以这个时候 是不能起分别的 这是修持 但是读诵法华经不一样 你要随文入观的 它是修观的 所以诸位 我们看法华经的 五品观分位 它的第一个 随喜读诵 解说 坚形六度 正形六度 所以读诵品 是属于观横 那肯定是要思维了 那这种思维 我们看 我们看这个研讨的讲义 它有两种 智慧观照 一个是属于 深入思维 断移生性 建立信节的 这种成就 善根种子的思维 就是你平常要经过 文师的学习 不是说你今天 什么都不懂 给你一步 好啊 今天你就可以读诵 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读诵 效果就很差了 你要先成就 善根种子 什么叫善根种子 就是信节 你要深入的思维 为什么我这内心 是清静的 我现在是清静 那为什么还找妄想呢 那清静跟妄想是怎么并存的 那这个清静性是怎么安利的 哦 原来清静了 就是不随妄转 就是清静了 你不随他转 你本来就清静了 就是禁止 禁止的清静 是因为他的影像 不会软物禁止 这就是清静了 所以你一定要经过怎么样呢 不断的文师的论证 文经达理 你要能够让你自己相信 你的内心 本来清静 本来记住 你自己要坚定的信节 这是第一点 然后呢 你就有资格去读诵了 我们看 读诵是什么读诵呢 随文入观 禁法兴起 强化善根 就是不断的 透过水分的灌溉 伐水的灌溉 来使逆你善根的种子 辗转增长 所以读诵法华经 读诵经典的观恨 是直观的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 极乐世界 去保持 罢工得水 这个宝树莲花 各种装业 他没有像我们在 文师的时候 那么深入 那么复杂的去论证 因为你兴起很成就了 他只是 简单的随文入观 产生一种 禁法清洗 所以 好 所以这个 读诵的观恨 是随文入观 而学习的 观恨是 深入思维 这不一样 好 那我们来会会到第二段 看诵经 我们先念一遍 二 诵经 文字般若 观照般若 实相般若 诵经呢 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 你读诵的经典 必须是 佛陀 或者是 法生菩萨的法语 因为佛菩萨的法语 它是一个 圣境界 所以他讲出的话 它里面 文理理在道 这个法语当中 它有圣道的力量在里面 然后呢 然后我们去读诵这个文字 我们一起观照玻璃 就是说你自己要有 信简的基础 你可以随文入观 观照就是说 文字里没有玻璃 但是跟你没关系 那是文字像的玻璃 那你观照以后呢 你把文字像的玻璃 透过你的观照 把它转到你的内心当中 去加强你的玻璃 就是转它成事了 那么你透过观照玻璃以后 慢慢慢慢你的玻璃是会加强 它就会引导你去向于 实相玻璃 就是真理 其实你一开始是修一新三观 最后就成就法生的功德 这就是真理 那么这个地方读诵的好处 来自于辗转相续 你成就实相玻璃以后 你第二次再去读诵 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你读了十部 你读第一部的时候 你的观照玻璃是薄弱的 这个灯光是 可能只有一组光 后来你慢慢读到 第十次的时候 你同样的文字玻璃 但是你的观照玻璃变成十倍的力量 所以它引导的力量 你可能在第十遍读诵的功德 会超过你前面九部的功德 因为观照玻璃加强 所以你这个读诵它会好处 它是辗转真胜 你厚厚超胜浅浅 你越后面读诵的东西 你的功德越大 因为你那个亮度 你那个对文字的消化度 比方说你以前读到《黄花经》 你消化的程度只有百分之一 那也不错 慢慢来 但是你读到最后的时候 你能够消化百分之四 所以这个就是读诵的好处 它会不断一段 透过一次一次的思维 直观 它会不断一段的引导你 慢慢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趋向思想拨雷 就是辗转真胜 不过有关读诵 有了点要说明 第一个 我们刚刚讲过 你要有信节做基础 有些人把读诵划划进来 当功德详 他完全不懂 这样子功德是有限的 也就是人道士说 心明划划转 心悟是转划划 就是你完全没有学过法华经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就去读诵 那你的心被文字所转 因为你不知道说什么 这文字像对你来说 文字 玻雷 它不能转化成你心中的观照玻雷 它没法转化 第一点 你要先明白道理 至少要掌握它的核心思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要相许 读诵经典最后就是一步十函 读一读以后中间隔太久 你哪不是一天读十分钟 你哪怕是三天读十分钟 你哪怕是一个礼拜读十分钟都可以 你养成一种怎么样 文字学说法 长短相许 你看照业 不管照善照恶 最大的力量都是相许 我一个礼拜读十分钟也可以 三年后不可思议 为什么 因为转转相处 一个轮盘 它转起来的时候 它越转越快 所以以前会天长老讲一句话 说休息 不怕慢 只怕战 就不怕你走得慢 就怕你原地不动 就最糟糕了 所以读诵法华经 第一个 你一定要透过文师产生信解 就是说 你想想看 你要有三根种子 然后采用水去灌溉 你连种子都没有 你灌溉什么东西 你读了十年 你还是在读这个东西 所以第一个 要有信解的善根 然后要有恒心的去操作 这个是两点 这是读诵法华经的一个方法 然后我们看第二题 二在妙法莲花经中 师父讲到 成佛在见到位就算真正意义上成佛了 这跟以前学为事 把修行成佛分成五位 知良位 家行位 见到位 修到位 就近位 按此分法 就近位之前 似乎都属于成佛的因地 是否可以说法华经是从心性开始起修 空观和假观会归一心 同时操作 我法二职是同时破除的 因此不必像二圣人一样 走一条先破我职 再破法职的曲折之路 这个题目是讲到为事学 就是大臣的别教 为事学跟法华经之间的对接关系 然后我们看这个讲表 首先成佛之道 就是一佛正的妙法修学 那么我们说过一般人 可能一开始学佛都是从全法 他可能从生文法 圆解法跟菩萨法下手 诸位 学佛第一个目标当然是了生死 因为你很现实 你生死都没有了 你谈什么成佛之道呢 这个界内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你哪去处理界外的变异生死 所以三乘共作卸脱床 佛陀给三乘的行者 开出一个共同的法门 叫做空性 因为你要了生死很简单 什么叫生死 就是我执嘛 你想要掌控你的身心世界嘛 那么我执的决解方法当然是空性嘛 但是空性 这个地方的味道就不一样了 你看佛陀对生文人的空性 叫做灭射极空 生文人的空性是带有出离心的 因为它的重点在苦地 所以生文法的空性带有出离心的空性 它的力道特别强 因为它修空观的时候带有厌异心的 厌恶生死 厌恶生心世界 这是一个生文的空性 圆结的空性呢 它是立根人 它二称的立根人 它的空性呢 是包容圆起法 就是我 我不排斥我的身心世界 但是我的身心世界是远起去口的 它只是不排斥 不排除 也不排斥 但是它的重点还是放在空性 所以 严结症的空性是比 生文人的这种对立出离的空性高一点 佛陀的空性是最高 因为在空性里面有不低性 那么也就是说呢 菩萨是 有如年化不走水 一如日夜不足空 这是两手修学 一方面 观力界法空 无所得 一方面 努力的积极的行六度 它所谓的中道 是这样的案例 那么这种全教的菩萨 特别为世学的菩萨 它这个中道 和法华进的中道不一样 它这个中道是性外求法 就是离开营练心性 它安立了一个空跟友之间的平衡 叫做弹中 所以它那个心外的中道 基本上不是真实意义的中道 它只是坐在胸空观的时候 它建议用一些六度的法门 菩萨的愿力 那么用空跟友来加一个平衡 安立做中道 而不是你内心本具的 亲近心跟菩萨愿的开闲 不是 它是心外缺化 那么这样讲呢 这个三寸的确 只能够共作泄脱床 不能共作菩提床 所以三寸法门没有成佛之道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因地不真 这三个寸的因地修学当中 没有一个是成佛的因地 因为你的重点都在消灭我之嘛 你的重点里面没有开闲真实的心性 本具的亲近心 本具的性功德都没有开闲 但是没关系 他可以这三寸啊 就像我们前面讲到三桌说法 他这个三车可以把我们带到三界火宅之外 至少他不决定生死问题了 然后呢 然后你成就三寸以后 你自然就 活动会出现 或者你往生进途 或者你当生的因言 活动会说法华经开始 从心外缺求空性 加上内观真土开解自行功德力 好了 心力跟法医的结合 成就有法身功德 所以诸位我们看 阿罗汉门听完法华经以后 几乎当下就真的法身 因为他万事俱备 实现东宫 他只是支线上的那个 那个法神那个点 他是向外 反而回归到乡内 他当下就真的法身 佛所马上受极了 当然 我们也不要忽略 他们多生多节 从世修人 但是生生世世的辛苦 每一期的生命 深受老病死的折磨 所以他们走的是一个漫长的菩萨道 那 比较幸运的人是谁呢 他是由上而上 由上而下的 神证会贵到一佛证 叫做会浅入死 而有些人他是 过去一生多善跟多福的 他直接能够学到法华经 他就是从清静心菩提院以后 趁性起修 在回过台补修前面的 生物元爵菩萨 当然这个时候你有选择权 你可以修身份法 严格普责 你也可以修净土法 这个世修 世修叫做什么 叫做契机 没有人规定 你要把所有法门修好 诸位 成就法生是靠一个法门 诸位你还记得吗 一个法门就够了 就理官再加一个法门就够了 什么时候是法门 无量试验学 你知道吗 是法生以后 所以你成就自立功德的时候 是依使你一心三观的 理官的智慧 再加修一个法门 或者是念佛 我顶多配合一个识戒 再配合一个试炼处 可能三个法门就成就了 就是自立的时候 你在无量法门当中 找几个法门 反正能够让你成就 往生的成就了生死就够了 那说那是法门无量试验学 那成就法生以后 开始修行 无量的三昧陀罗尼 因为你会广度众生嘛 那个时候才去把 过去没有修的再补起来 所以成就法生是靠 几个法门而已 就是自立很简单 你的问题少 你的法门就少 你的问题很复杂 那你的法门就多 因必要 所以佛祷开出 无量法门 不是要你马上学啊 你只要解决你的生死 生死问题 跟法生的问题就够了 所以理官以后 你去选择你相应的法门 然后重点是 先成就法生 这是最关键 你透过理官 配合神证的士修 来调伏我空的智慧 来破我职 所以成就法生以后 那后面就好走 好走 因为你自在 你开始亲近十方诸佛 跟十方诸佛各式各样的三昧 陀罗路显神通 做什么事呢 你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成熟众生 开始跟你过去有缘的众生 想办法去度化他 不管用什么方法就对了 让他栽培善根 善根成熟脱落 然后呢 创造你未来成就 硬化生的佛徒 所以成就法生以后 就做两件事 那不断的硬化 不断的硬化 一次一次的硬化以后 你的法生功德 不断的增长 最后究竟严满 究竟严法做什么事 还是承受中生 专业进度 你成就究竟佛徒 还是做两件事情 当然你做得更殊胜严满 所以 假设我们今天走的数是 先写法滑井再世修 叫做看第二个结论 叫做趁性请求 前修再信 那么 你一开始的时候 就把心摆正 把心带回家 所以你呢 你的立足点 不是从妄想起修 你的立足点是从你 自信静静性 自信功德力 这两种力量 这种信德 去找你相应的世修 然后这种修得呢 又回归来 让你的信德更加的开醒 更加圆满 所以它是一个直接 言论的快速的法 从果地上呢 它是走一切法 持无量意的 种识的法 它是功德圆满 快速成就 功德圆满 好 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假设 你今天是 假设你世修 基本上是还没有启动 或者是很薄弱 你先修礼观 你修好话经营以后 你又修净土 信愿之明 那从净土中的角度 我们要补的 三寸的功课是哪一个 你们猜猜看 是的 神文寸 他请问 我一个大乘佛山 我怎么叫神文寸呢 从好话经的思想 它没有什么大小称 叫契机就是妙法 我解释给你听 为什么叫神文寸 净土中的特别 它要素战素绝 假设你今天 写了好话经营以后 你写了求真净土 就是 你去修菩萨道 不是菩萨道不好 叫做不契机 你的阴地跟你的目标 不相符合 菩萨道的修学是 生生世世在人生历练的 它可以过一个长期的规划 我可以花一百世的时间 好好的畅尾业障积极资料 我可以暂时不碰空心都可以 我就修菩萨 净土中也不可以说 我规划我以后 第十生以后往生 净土中没有这样规划 净土中是当生 你精神只有两种情况 要么成功 要么失败 只有两种情况而已 也不能说 我精神不往生 我来生往生 净土中没有人化这个愿的 没有人化来生往生这个愿的 因为来生你到来去 没有人知道 所以净土中就是 它是速战速决的战略 就是你要么今天往生 要么今天就是失败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当中 很简单 自乱是用重点 只能够用森文称的灭射球 所以叫做燕尼索博 注意看 净土中对索博世界是燕尼的 他并没有说 管空 就带有燕尼心的空观 所以试念处是必修的 就是你可以不断烦恼 但是你要有燕尼的心态 就是你对苏博世界 对三界的轮回 要有强烈的处理的 关照 而这个关照 刚好跟生文正是最适合的 所以诸位 你学法化经理以后 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大小 也没有高下的 只有契机不契机了 这样懂吗 他说诶 我说说我会不会落入小镇的偏空 诸位 你安住一念心性 你还怕偏攻啊 那表示你这个心性安住的错了 你安住一念心性 你对一切法律就有免疫性了 对你来说没有大小秤 有大小秤是没有学法化 今天人家说 你修小小秤 你拯救偏攻裂盘 你修大秤 你成就职 这个三玄位 那是他没有会会心性 所以也依着法去安定他的接会 回归心性的人 他就是一波阵啊 还有什么大小阵啊 他修什么法文 就是契机就好 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就根据你的目标 找相议的法文 所以从进主中的角度 你要解决今天的身世 就是用一心三观配合生文法的试念处 然后配合进主中的本门 本科目 一佛念佛 所以这个表你了解以后就知道 假设你是从清清新菩提愿起修的 神圣的法门对你来说 你就自我选择 你只要觉得你相应就可以了 你也不用怕说你弄出小秤大秤 对你来说没有大小秤 没有大小阵 你是趁性起修嘛 那么这个就是 法法经济修学有两种 第一个是 先从全法 回归到死法 这种人修行两个问题 第一个容易退转 因为他的法力力量是从外来的 他本身的问题蛮多的 容易退转 第二个呢 他功德会受到限制 因为他一定会执着 因为他自己是从一个颠倒妄想 他一种动荡不弯的情况学火 他不是先把心安定了再来学火 所以他一定会向外追求法的力量 所以这种追求的法呢 就把自己给献出来 那假设你是从秤性起修的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但是 并不表示说你可以省略前面的全法 不是 比如说我的贪欲重 那很简单 多担忠说不进观了 你还是要去补前面的功课 不是说你合体自信 本质亲戚就了了 没那么简单了 的力量对你来说太薄弱了 你要站在没有贪心的角度 去求对视 那我脾气很不好 就指别管 还是要修的 只是你在修的时候 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你知道 这个烦恼是不存在 所以对你来说 你是进步很快 但是不表示你失修可以省了 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大题有没有问题 好 我们看下一个大题 看本门 前面讲智慧 这也叫讲功德 好 我们先看本门又是有两题 先看第一题 好 我们还是从法华经的本科开始下手 就是假设你是先按住一段兴趣 这是承用性情 那今天从禁途中的角度 一念心性既既使法界 那么把这个一念心性既既使法界的理论 套到禁途 就是说 四心做是娑婆 四心是师婆 就是 对你来说娑婆世界怎么来 以前保证有个因果 就是你以前打娑婆世界的妄想 这个做就是造作 三口译里面当然是一业为主 比方说你以前打的妄想是怎么样 你经常打布施的妄想 但是你口译修得不好 一天到晚骂人 所以你今生的娑婆世界的果报是怎么样是 福报很大 而是长得丑陋 那么就是你各式各样的妄想结合起来 就变成你娑婆世界每一期的果报 那极乐世界也是这样子 因为既然是一心通死法界 极乐世界也在里面 就是极乐世界是怎么来的 你不断地意念极乐世界的七宝石 八宝灯水 升起星球 就是四心做极乐 四心是极乐 所以我今生当中 我都没有练想西方 那对不起 你跟极乐世界完全没有言 不可能说你对极乐世界完全没有练 就是你的练头一动 这才会产生延期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一练心是本来亲戚 那是本体 那你练头一动 就变成死法界实如是 才有比方说 我动的是极乐世界 有极乐世界的象星体 一言果报做出来 而我又动了一个布施的心 我这布施的心 人天正的象星体 做一言果报 好了 到临终的时候来算账了 哪一个力量强 不是看四肢膜力量强 那就是说 你要修极乐世界要知道 极乐世界是怎么的 你总要知道 就是 死法界维持一系 就是你练头 不断地练练的造作 最后练练的显现 就是心做心事 这个是你选法华经 最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 我们以前没有写法华经 我们对死法界 是认为是万般皆是业 那你用业力的思想 来解读人生 那这个事情就复杂了 苏博世界是 有乐业力创造出来的 极乐世界是 无乐业力创造出来 那你 那你如果从业力的角度 那你拼什么 离跟苏博世界 业力就是 他有这个法是真实的 我功法有 那你必须要 消业往生的 因为你今天 个人造业 个人了 如果你从业感连续 净土中往生是不成立的 从业感连续 从小镇的业感连续 往生是不成立的 不成立的 你二奈也是 里面那么多业力都没了 你就往生了 但是如果说 一念你生死后人 一念物 你对死法界的解释 我们不讲业力 这个业力是很粗的 我讲一念 迷雾 那可以 就是说 你的认知 就是你生命的现象 就为什么 我们要提升我们的认知 你认为万般皆失业 半点不由人 你这样子认为 那你的人生走的就是 人天秤 点都走到二秤 因为你用业力来解读人生 所以你选法博界 一定要知道 你管法界性一切为新招 你念心性本来清静 本来清静世界怎么有的 就是心做心事 你念头一动 就是你念三千 即使死法接得 下血底地又不报 你把各种动的念都合起来 你就知道你来生会去哪里了 这是一个基本性点 就是把业感的思想 而回归到万法博士一心的思想 好 你有这种基本概念 你就有资格来学 求尽主 我们看第二段 趁信起修 站在一念心性角度 法身 安住佛号 念想西方 并化身 那么 华华经的一心三观 面对佛 因为阿弥陀佛的三身是怎么操作 从理观的角度 我们直观佛头都化身 就是 建立一个自他佛号的概念 这很重要 就是说 你跟阿弥陀佛要感应道教 第一个 我们要找到跟阿弥陀佛的 共同的交集点 从阴影的角度 我们跟阿弥陀佛没有交集 从阴影的角度 你想想想看 阿弥陀佛是万德庄严 我们是业障范夫 他是道夫长生 我们是一个流浪的乞丐 这两个没办法交集 没有交集 但是如果我今天 回观缓照 我这个乞丐是怎么来的 是你把我生下来 原来我是你的儿子 就是回观缓照 回到生命的严实点 佛头的万德庄严 是一个阴影所生法 你把后来的阴影所生法 拨开来 佛头的心是影练兴兴兴 而我是夜章生座 夜章生座也是阴影所生法 也是后来有的 你把它拨开来 也是影练兴兴 好了 弥陀是万德庄严 是我心内是佛 我睡夜章生座 是弥陀心内是众生 既然心性不恶 自然感应道教 所以 诸位 修净土中第一件事情 你不能只看佛头万德庄严 要从贤念心情去看他 这次字他 我们两个是 新佛众生 伤乎差别 第一个 这个你才有办法 跟阿比陀佛 感应道教 第二个 是理官 是个嗜修 诸位你要记住 学福华经德 千万不要用理官的碍事 理官是讲 心性 事修谈音言 那但是你还是要 该练佛还得练火 该练想西方 还得练想西方 就是信心 安住信心来练佛 那么依子愿意来 观想其他世界的 大地庄园 宝树庄园 楼阁庄园 最后会被到 莲花池的庄园 各式各样的庄园 你这个音言的事项 对于阿弥陀佛的硬化身 所创造的异正庄园 一个都不能少 那么理官跟事修的操作 它的关键在哪里 这已经很重要了 平常的练佛 变重事修 变重在皈依 你不知道练佛的时候 你不能在导臺想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跟我同体 你这样没有意义啊 你阿弥陀佛就是 你念一句符号 就是专心的听符号的声音 归 一行归就过了 所以平时练佛 它是一种世修 你就以阿弥陀佛的 因生为所由禁 你要观想极乐世界 你就用极乐世界的 异正状为所由禁 就不用亏亏到心心 就是平时的练佛 重信念 但是到了往生 就不要了 往生就是重理官 这个我们会说明 往生的时候 你不能从阴言上来建立 因为往生这个不仅太复杂 因为你从说佛世界的生命体 要把它转换成极乐世界的生命体 这个从阴言上是没办法转换的 转不过去的 你说一个生死如回 转成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 这个从阴言上是没办法建立 没有管道可以转换的 只有通过信心这个管道过去的 所以平时的重点 是七成的世修 三成理官就够了 就是你念佛的时候 你就老老实地念佛 你拜佛就老老实地拜佛 就听声音 然后对这个声音 观想它就是极乐世界的功德 阿弥陀所有的功德 这个音声就是阿弥陀 修归一就好 专注归一 但是临终的时候 理官就是关键了 因为临终的时候 就是善恶业力献钱 临命中的时候 没有业力的问题 阿弥陀也是 他没有业力献钱的问题 那么至于临终的时候问题 我们下一个题目再说 总而言之 你记住一句话 你不能爱是 事也不能爱你 事修的时候就是 恭敬归一 理官的时候就是 平等不恶 这样懂吗 你不能说阿弥陀佛 你这个拜佛 你也不好好拜 相也不够 你说我跟阿弥陀佛 平等不恶 但这个理就爱事了 对不对 你说我跟阿弥陀佛 平等不恶 我干嘛去拜他呢 不能这样讲主委 你这个就直理废事了 就是 事修的时候 就好好事修 你本想我业战法父 阿弥陀佛是万德庄 我一心归阿弥陀佛 就是事修 修理官的时候 就是平等不恶 对这个地方要分开 好 好我们看第二题 二法伐经开显一佛圣的因果 而因地的理官智慧尤为重要 请师父开示 对于未到六根清净位的防卫菩萨 怎样判断理官的智慧有进步 我们的理官有两个 一个是一心三观 一个是一心极空 一个极甲 我们前面说过 极空 阿弥陀佛 极甲阿弥陀佛 但重度 我们从剥裂道的角度 先从清净心 清净心到底想要清净什么 就清净你的六根 清净什么 那么六根你慢慢慢慢地 清净以后 它对外在的受用 就是游容短淡 就是说你以前觉得 人生是很有滋味的 尤其福报大了 觉得我的人生 就是享受人生 吃喝玩乐 但是你开始修清净心的时候 慢慢慢慢把心收回来 安重一念清净心 在观人生的时候 你会发觉人生淡薄 甚至你会觉得人生 一开始会觉得 人生没有什么滋味 没有什么意识 恭喜你 恭喜你 如果你认为人生 没什么意思 我真的要恭喜你 因为 你的内根已经被你慢慢收射了 而六根的收射表示什么 表示你的生死业力 也被收射了 这六根跟业力是两个事 互动 所以你净土中 你如果觉得真实 还很有滋味 你不要说往生 你说佛世界都跑不开 什么叫往生你知道吗 就是你要能够走出说佛世界 你才能够面临未来的极乐世界 走出过去 开窗未来 你连过去都走不出去 你还跟我讲开窗未来 是不是 所以这往年为什么要收心 就是收心 其实就是把业力收起来 就是让业力沉淀 业力怎么沉淀 就是把你的六根 都设六根 那么六根一收射以后 你的反导业力就由重转轻了 这两个是一体的 所以你看 宝娃金他的六根亲经会 到六根亲经会的时候 业力就消了 当然我们达不到六根亲经会 但是六根亲经会是一个目标 诸位六根亲经会不是说 从零突然间六根亲经会 不是 他也是慢慢的 我今天比昨天更接近六根亲经会 我明天比今天更靠近六根亲经会 它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那六根亲经会的时候 当然六根 你说六根我要从哪一根下手 六根只要一根 一根解决 一根计法也 六根成解脱 看下面这一段 二下手方便 夜报身 借甲修真 送向西方 最简单就是从身跟下手 要不要菩萨给我们这个启示 就是夜报身 尤其是进途中 诸位 我们灵命中很容易舍弃外财 就身外之物 你的车子 房子 建筑 对你来不是问题 但是你的内财 它的问题在哪里 它从小陪伴你到大 你一出生 这个色身就跟着你 这个色身跟你的内心有什么问题 它感同身受 它跟你同一个感受 这维持绝说 为什么我们对身跟执着 就是 它痛苦 你的内心绝对不好受 它色身健康 安详 你自然会产生愉悦的感受 就是 我们的内心跟身跟 这两个感受 像通的 它痛苦 你就一定会痛苦 除非你 就公关 第一线下 你能够把痛苦降低 但是现实的客观环境 你痛苦就是痛苦 所以长时间 它跟你同一个感受 你就会把它当整 如果你不对势 到黎明中的时候 你就变成身归脱渴了 因为你长时间 跟它咬得很紧 因为你两个同一个感受 同一个快乐 同一个痛苦 长时间 养成一个非常疏散的感情 所以 它怎么办 借脚修正 这是最好的报纸 我也不要像恶称人 那么排斥他 恶称人是把射身 看得一无是处 因为他的官身 不尽官受是苦 但是你 你不能排斥他 因为你 你该调养 你射身有问题 也不行啊 对不对 二色人是 恶不得 赶快把射身给抛掉 进入偏攻略反 找一天都好 但是我们大政菩萨是不这样做 不采取极端的手段 我们是水眼 我这个射身 拖一天 算一天 但是只要再一天 我就好好保养他 但是我不执着 我们不像凡夫那么执着 把他当真 我们也不像恶这人 那么排斥他 用借的 还用借的这个方法都没有 我给你借个房子住 那我这个房子当中 我不在里面用功 我慢慢增长 但是我对这个房子 我也不执着 该打扫打扫 该保养保养 但是 这个房子是借的 执着得还 这个意思 那既然射身不能执着 那我的心要放在哪里 想办法把你的心 送向西方 算到大事很强调 各位 你哪一身到莲花去啊 你这条路要慢慢的习惯 不是说你现在对莲花 完全没有跟他 突然间我就 到莲花去的 你的心要慢慢的 一点滴滴观想 我这个设算是暂时的 我的归宿呢 在极乐世界的莲花 你这个心要慢慢一点一滴 把这条路啊 游身转熟呢 慢慢走过去的 所以瘦小西方 也就是说啊 净土宗啊 他的优点啊 是极生成就 但他的缺点也是极生成就 因为你的时间太短了 就是说 净土宗要求你今生啊 要把所有该有的正念 今生就要成就好 那你如果走菩萨道的 他可以 你看菩萨道 他花一万劫 才成就不退转 所以他有大把的时间 慢慢 我今生就做这件事 明生来生做这件事 修净土宗 你要有一个原则 你的修行时间 只有这一期生命 就是快打 所以你很多事情 要把重点抓出来 就是跟临终正念往生的 要抓出来 那么 当然 要放下很多东西 但是关键就是你的色神 你这个色神怎么处理 而且这个不能等到 临终再来决定 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模拟死亡的状态 把这个死亡啊 把它找做准备 要懂吗 就是说 你反正 你今天 你今天 迟早要搬家的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往生的话 你今天从 说不及搬到极乐世界处 你不是说 到临终再来搬 没办法搬的 来不及了 你今天就 带点东西过去 明天把桌子也搬过去 后天把你的床也搬过去 就是他是 把死亡的时间拉长 就是你说过世界 你借着 迟早要还 那你就慢慢地 分取付款 尤其是 诸位 年纪到了 你一定要知道 你不能够把所有的希望都到 而我 临命中一次还 你一次还 你还不起 诸位 你还不起 你没那个本事 所以 把临命中的时间 提前到 就是大概你 大概六十几岁就要做 很多东西 借的都是要还 因缘和合 希望永生 因缘别离 希望明灭 所以 当然 所有的财产里面 设身是你最大的财产 因为它 是你的内财 一路走来 陪着你 同一个快乐 同一个痛苦 所以 这个地方就是重点 就是 借甲修真 然后送祥西方 那当然 关键就是 你的理官是 你最好的支持者 就是 本来没有设身 这是对你 最好的加持力 你要把设身还回去 最好的加持力 就是设身 本来就没有 如果你认为 设身本来是你的 你就还得很辛苦了 你就还得 心不甘情不愿的 本来是我的 我干嘛要还 是吧 贾介事大 以为生 设身是你 全身的业绩创造出来的 你不管还不还 它总要消失的吧 既然它总要消失 你就还得潇洒一点 你迟早得还嘛 所以 你要用你所知道的道理 去处理很多的人生的 不得 尤其是死亡的时候 是这个概念 好 那么这个本门的功德就这样 这个主题有没有问题 好 我们看第三题 最后一题 这一题就是重点 往生的重点 宝宝以净土的修学 好 我们先把它列一遍 一师父在讲解水洗功德品时 曾说 净土行人灵命中时 往生的重中之重 不是要记住外在的佛像 也不是提起佛号 而是要安住在内善根 在一念心性理官的亲近 但一念心性当中 也包含了假官 就是对极乐净土 一正二报的关照 那么 灵命中的理官 具体要如何操作呢 我们前面说过 平时重世修 灵中重理官 这是关键的 往生的关键 好 我们把它列第一段 往生的关键 往生关键 归依佛陀 自他不二 珍惜信心 愿离娑婆 梦里明明有六趣 绝后空空无大千 心求极乐 是我心聚 是我心造 即此心聚 心造净土 为所关键 念想心求 海映三昧 灵命中的时候 一个净土中 你要面对三个问题 第一个 阿弥陀佛 你跟阿弥陀佛是什么关系 这个很重要 就是 因为这个会影响到你的信心 你往生的信心 如果你到灵命中的时候 你还是觉得阿弥陀佛是万德中也 你是业障身受 你这个信心就危险了 因为你们落差太大 如果你在灵中的时候 不是很顺利的 阿弥陀佛 没有马上陷进 你的信心就动摇 因为你老是觉得你是一个乞丐 阿弥陀佛是大副长者 你高攀不上 这个信心是薄弱的 这个是四项 因缘的信心是薄弱的 顺利就好 如果有力竞的话 你就进不去考验 所以 第一个 我们跟阿弥陀佛关系很简单 他就是我的父亲 我们就是他的儿子 我是一死流浪的 一死流浪的 但是 我不管怎么样 父子关心叫做天伦 不可改变 就是 自他不恶 我跟佛祖是同体的 既然同体 当然就可以改一道教 而这样的 从理官的信心叫做 坚定 不可破坏的信心 不管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来 都没关系 反正我跟他同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怎么看待苏博世界 我们今天不是 在苏博世界活一生两生 诸位 我们是 无量劫来的生命 在苏博世界有 无量无次的生命现象 上至天上的飞鸟 下至地上的蚂蚁 这跟我们密切关系 你看一个非常熟悉的人士 那对我们面对 苏博世界的时候 最难的就是 熟悉的问题 你怎么放下 你告诉我你怎么放下 你说放下就放下 那么熟的一个环境 你苏博世界 每一块石头 不要说人 每一块石头都跟你很熟 你怎么放下 放下我告诉你怎么放下 就这句话 梦里明明有六句 绝后空空我到去 人生一场梦 这是最好的收心 就是说 你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从小时候到长大 但是你醒了一场梦 我相信你 从梦里醒过来的时候 你不会去想说 梦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它是一场梦 诸位 你一把苏博世界当真 苏博世界就没办法收心了 没那么简单 那是之间的恩恩怨怨 你怎么收心 你告诉我你怎么收心 就靠理官来收心嘛 本来没有苏博世界 就是我一念妄想 做了一场梦 现在我醒过来以后 这个梦本来就没有 这就是收心 就这样收心的 用梦来收心的 那 这个苏博世界收心 是第二个极乐世界 诸位 我们没有人去过极乐世界 你也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 而且又记得你这么遥远 你说 我怎么就能够去到极乐世界了 来 我们看 极乐世界的一真专门 是否新居 是否新造 即使新居 新造的净土 为所关键 练响星球 诸位 极乐世界是你本来记住的 你就凭这一点去往上 是本来记住的 它是你身边的一部分 我过去是忽略了它而已 我忽略它不表示它不存在 你如果把极乐世界 不从心性的记住来看 你把它当做 它在十万亿活土坏 那就坏了 极乐世界对你来说 是十万亿活土坏 这有那么长的距离 那你就增长你的恐惧了 所以 三种信心 第一个 对活土的信心 第二个 对收货世界的信心 你收货世界怎么收尾 第三个 你怎么启动 极乐世界的功德 就是靠一念心性 诸位 养兵千日用在一周 你写好花经 就是在处理这三个问题 用理官来疏通你世修上的 这种因缘的差别下 好 我们看第二段 结论 二 结论 安住一念心性 观照佛陀 自他不二 观照娑婆 达望本空 观照净土 知真本有 理事无碍 这个季方你要永远记住 你平常都要熟悉了 第一个 反正你灵命中 你一定要面对三个问题 第一个 你怎么看待佛陀 自他不二 我们把因缘所生法拿掉 看到佛陀的本质 跟我的本质 是不二的 自他不二 所以建立感应道教 第二个 你怎么看待苏陀世界 苏陀世界是本来没有的 那是一念的颠倒妄想 创造出来 跟做梦一样 现在我觉悟了 绝后空空无道解 本来就没有 所以很好收集 本来就没有 那只是灰了 本来面目而已 第三个 你怎么看待净土 是我内心本具 所以我只要 一念他就会出现 这很正常 那么这样子呢 就理官世修就不碍了 就是 他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 最后 那万一我在灵动的时候 没想到这一点怎么办 这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是你运气非常好 有人跟你开导 恭喜你 林中有上次是 把佛华的思想跟你开导一下 突然跟你醒过 当然你也有善根 你没有善根 怎么开导也没有用 就是英光大师说 他说这个佛法的道理 你平常健康的时候都学不会 你怎么可以 临终的时候 人家跟你讲几句话就会 不可能 所以临终只能复习 不能学习 就是你本来有善根 突然间忘失 有人开导你 第一列的真念 恭喜你 你真的是多善根 多福德 广结善影 万一没有人开导你 我们现在追求怎么样 追求第二列的真念 第二列 就是说 就是你平常的时候 遇到障碍 就想到理官 就是养成习惯 就是你顺畅的时候 要修理官很难 因为你在医研上修正 每天拜佛 打坐身体状况都很好 就是你一帆风俗 你真的很难想 想起理官 但是你训练你自己 亦有病痛 亦有烦恼 就想到理官 那你这样子可以培养 第二列的真念 就是 临终的时候遇到障碍 你就能够培养 第二列的真念 那你说 我前面打了忘想 没关系 不怕练起 只怕绝持 诸位 光明永远不嫌太晚 因为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真实的念头 所以他不怕续望 所以 第一列的真 说我临终的时候 马上进入 真主无事 还没有一心三观 那这个叫可业不可求了 除非你真的是得癌症 因为得癌症可以规划 我还有三个月 对不对 我每天的去清洗 那突然间死掉的 就是你要有第二列的反击力量 就是障碍现前了 比方说心里的内灰烦 过不去了 还有你的子孙在那边哭 我一定得我刺激你 这个时候你要能够遇到障碍 突然间回关返照 何其自信 本质清净 何其自信 本质居足 就是 你的底线 就是要有第二列的反击力量 第二列的正念 那第二列的正念怎么来的 就是你平常的时候 你记住 一遇到刺激 马上回关返照 养成就是 遇到逆境 马上内关 然后再提佛号 只能这样子 因为第一列的正念 一到三次次的开导 叫做可亦不可求 不能超市在 不能超市在我的 不能列入规划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 把一心三观的理观 跟进度中的事修 对接起来 简单讲就是说 理观叫做必修课诊 尤其是进度中 更重要 因为你在进度中 你要在短短的一生当中 去处理 过去生命的收尾 未来行政事件的开拓 跟你跟阿密陀的关系 这三个关系 都不是简单的 而进度中 他只论今生 就是你今生要么成功 要么就失败 他只有两种可能 你会说 我今生先积极资粮 做准备 我来生他往生 不可以 不可以 进度中的修论 不能累积的 所以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 要做三件事情 那理观就必须的 因为他是捷径的 那理观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 临终理观现前 跟佛号配合 跟临终 跟世修的信念配合 平常的时候 遇到障碍 就想办法 会办法照 先回家 这么一个情况 好 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这一集的课程 就到此圆满 感谢大家的参与 阿弥陀佛 我们明年再见 阿弥陀佛 还有一次 不过大家学到这里 应该对 对佛号经修行的架口 应该有点认知了 那么剩下就是毒兽了 你要慢慢地去灌溉它 长养胜 就是这个种子成立了 诸位 它只是一个种子 你不灌溉它 它会枯萎的 那你又不断地去毒兽 日常生活 一道障碍去观照 好 回向